无名断了吗 成佛 他就出世法界了 他往生到哪里去 世报庄严图 极乐世界 世报图 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不往生那边 跟释迦牟尼佛学的 是释迦牟尼佛的世报庄严图 释迦牟尼佛的世报图在哪里 华严经上所讲的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世报图 所以法门品等 我又高下了 不要贫心 你那个不如我 我这个比你高 只怕你 修行 走偏了 走错了路 你到不了目的地 你要是真正修 你到华藏 他到极乐世界 到达之后 你会看到 你怎么来了啊 你怎么也来了啊 实际上 有个地方 不是两个地方啊 所以叫法门品等 无有高下了 但是你一批评呢 就完了 为什么 你的心 你见思烦恼 冒起来了 啊 见思烦恼 有神界 有边界 啊 有 贪嗔 吃满意 是死活 这个东西起来了 这个东西起来之后 依旧搞六道轮回 出不了 把释迦摩尼佛所教的 你全用错了 解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还以为自己正确的 他都批评别人 啊 所以要知道 华严经上说的 一切一切 一切 一切 不但 佛所说的 一切叫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是一个法门 任何法门 也修成功了 啊 如果不念佛 到极乐世界 统统在华藏世界 啊 华藏世界 跟极乐世界 没两样 那早年 我在新加坡 讲华严经 讲到 华藏世界 也讲到极乐世界 有人问我 这两个世界 怎么区分 我就打个比喻 华藏世界 好比是新加坡 极乐世界呢 是新加坡的 误解路 误解路是最繁华的 一条街道 就这关系 你不能不得分成两个 是一个 是真正修成功的 到后来的归宿 是一不少 大家见面 大家见面就解答欢喜 这个道理 要懂啊 为什么 一切法 重新想着 离开 现象 无有业法可得 包括佛法 能大使说的太妙了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华藏世界 是自信神的 极乐世界 也是自信神的 没跑到外面去 迷的时候 自己画了 寻寻多多的界限 密密麻麻 让自己 透不过气了 九五之后 这个界限全没有了 全是假的 像做梦醒过来 是涅槃 别烦恼 断习气 都是涅槃的意思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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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